贺俊玲的用心录制换来的却是偏见 难道流量偶像出身就是原罪吗 今年9月 鹅场热门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播出了第5季 而时代少年团成员贺俊玲 走正常流程当了这一季的观察室嘉宾 按理来说 贺俊玲的存在跟以往任何一位嘉宾没啥区别 但涌向他的恶意却比以往任何一位嘉宾都来的汹涌 而根本原因只是因为他是流量偶像出身 这个群体口碑差 所以贺俊玲啥都没做就被人用偏见看待 但另一方面他的粉丝量又不足以和前几季的流量嘉宾抗衡 以至于人人都可以来踩他一脚 可只要认真看过节目的 就会知道贺俊玲真的有在用心地观察 综艺中有个这样的环节 领导让所有实习生写出自己的理想薪资 其中有个学历最低的男生只要了律所起薪的三分之一左右 观察是在分析这一行为时 大多数人都把重心落在了实习生自卑 所以想通过降薪的方式留在这个公司 唯独贺俊玲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这行为也可能让老师怀疑他的能力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他像这些律所 他本来就是两万的起薪的话 他给自己定六千 有没有可能给他的导师认为 他是不是没有这 不能具备这个两万的能力 除此之外 节目中还聊到了AI对演艺事业的冲击 贺俊玲听到后 又迅速整合自己的经历 输出了观点 像我们老师他们也在说 就是其实只要去录一些自己的声音 他AI就能自动地把你的声音全部都给 合成了 那么他也可以去播新闻 他也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什么 电台的节目 其实根本不需要真人了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 学习的学生也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他是没有语气的 如果你长期接受那样一个语流 之后在你的播读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忘掉你所学的一些东西 这对于一个观察室嘉宾来说 难道不够合格吗 然而大多数以节目老粉字句 对贺俊玲嗤之以鼻 清泽说他样貌不好看 重则直接攻击他的能力 这难道不是偏见吗 过去的贺俊玲坐个飞机 都能被工作人员单独落在机场 现在的贺俊玲又为什么能拿到 令人心动的offer这种大爆综艺 今年9月 在团内一项资源和戴一兜店底的贺俊玲 居然成为了令人心动的offer的观察室嘉宾 这档节目播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季了 是鹅场的一个招牌 并且在职场综艺中热度一记绝尘 过去节目组请的流量偶像类嘉宾 不是周震南这种C位出道的选秀王者 就是常年席卷各大综艺的范城城 不料这回 这个宝贵名额居然给了贺俊玲 谁懂啊 过去这种好事可是轮不到贺俊玲头上的 比如公司让全团坐飞机 去外地筹备演唱会 结果轮到登机时 其他人都稳妥的上车了 唯独贺俊玲被蜡 在了休息室 我说孩子这么大一个活人 但凡上点信就知道谁没上飞机吧 还有一次坐高铁时 因为工作人员安排不当 导致年幼的贺俊玲 独自拎着四个行李箱登车 瘦小的身板 看着都可怜 咱就是说到底谁才是工作人员啊 除此之外 贺俊玲的歌词怕得常年垫底 如果哪次超过了十秒钟 粉丝居然都能欢天喜地的庆祝一番 老铁 真的别太心酸啊 正因为过去贺俊玲的待遇太糟糕 所以这回大家才会好奇 这块好饼为啥要给他吃 或许是因为在新生代偶像中 贺俊玲是少有的符合这档节目主题的偶像 offer主打的是高学历高智商人才的求职经历 而每季观察室嘉宾都会配备一个年轻艺人 但近年来观众对酒漏鱼 戏学从艺的反感程度越来越高 而贺俊玲是实打实地考进了211名校中传 还应表现好进了六公主实习 其次观察室嘉宾也承担着控场外加带动气氛的作用 而贺俊玲学的就是郭英主持 简直是专业对口 或许不是别人不想要这个资源 是他们的硬件不够硬啊 他从来没有一步登天的运气 有的只是持之以恒的努力 15岁时的贺俊玲参加出道站 顶着时代少年团七番的身份出了道 七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永远垫底的镜头 永远垫底的个资 以及被工作人员隔三差五的遗忘在机场或者高铁站 但几年后的贺俊玲 211大学的高材生 六公主的实习生 优质偶像的代表 他能走到今天是运气吗 不 是努力 贺俊玲高考前 他们团因为一些事件 导致半个娱乐圈都在盯着他们团的高考成绩 贺俊玲为了给自己和支持自己的人一个交代 开始没日没夜的刷题 几乎每天都会忙活到凌晨一两点 最终他已超出四川本科线17分的分数 中传播音全国第七的成绩 考进了这所211 没过多久 他就主持了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 整个过程中 他完全没有看过手中的提示卡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022级新生 时代少年团贺俊玲 还有在某些明星手里成瘾 换着法从粉丝身上捞钱时 贺俊玲却会引导粉丝 把钱花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 在这里我先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那个 今天这个直播的话 大家就不需要刷礼物了 把刷礼物的钱 全部留着拿来 在夏天买买明星 它不香吗 是吧 有时粉丝也会向贺俊玲诉苦 直言自己对生活感到很失望 而贺俊玲却耐心的安抚粉丝说 生活本就是双面性的嘛 很多小事也蕴藏着快乐 而这也是小赫自己的人生信条吧 如果他在资源点滴时自暴自弃 在被滞留机场时怨天怨地 又怎么会看到如今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好风光呢